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《走出逆境》 我們《走出逆境》每一集都會跟大家講一個熱門的話題 以及推介一些旅行的景點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讚好我們的影片 幾天前迪士尼突然間宣佈了加價 所以我們今天的熱門話題就是 迪士尼加價升幅最大和影響最大的是甚麼呢 我們馬上來看看 在幾天前 香港迪士尼樂園宣佈了加價 視乎門票種類而定 加幅不多於12% 而樂園在今次加價的同時 也引入了新的票價機制 一日門票會仿後奇妙處處通 即是全年通行證的定價方式 將奔客入園的日子分為普通日子和特定日子 門票價格就會因應入園的日子種類而有所不同 在今集我們就先來看看一日門票 兩日門票和奇妙處處通的加幅吧 我們先看看今次迪士尼樂園 一日門票的最新價目表吧 所有一日門票 普通日子的門票價格是維持不變的 至於特定日子的門票價格 以一日標準門票 即是12至64歲的門票為例 特定日子的價格就是港幣699元 加幅是9% 而一日小圖門票即是3至11歲的門票 特定日子的價格就會是港幣524元 加幅是10% 由今天起算 第一個特定日子就是11月20日 而兩日門票價格加幅就大概是5至7% 相比單次的門票 奇妙處處通的加幅就最為明顯 小童或學生的白金卡加幅甚至高達12% 但由於奇妙處處通 一直沿用普通日子和特定日子 入圓不同收費的定價方式 今次的新機制就只會影響他們的價格 新舊定價的機制分別不大 新校日期都是11月20日 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疫情數據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